游慈及興 又說大把東西弄大把世界 國家最強後盾 現在國家放人下來搶你飯碗 怨天猶人 不要怨天猶人 很強調一件事是勞工短缺 多虛偽 一方面就是說 李家超剛才說 國家是我們最強大的後盾 另一方面就叫你不要怨天猶人 兩件事都不對勁 現在這一班紮鐵工人 就告訴你我們沒什麼 有百幾個 現在有百幾個紮鐵工人 就說 就是這個獨媒今天做的訪問 現在就是這樣的 去年七月起 建造業就輸入了12,000個外勞名額 那時候 就有個條件 輸入外勞還輸入外勞 你要證明到 你現在的僱主要證明到 你先找不到工 你才可以引入外勞 但最後有沒有證明到 現在這裡 起碼 有百幾個失業的 這些紮鐵工人 就說不是 裡面有很多例子 有很多案例 裡面看 告訴大家 現在 輸入外勞的情況 去到第四輪申請 已經批了49份工營工程合約 輸入了7,1807個人 其中 紮鐵工人 輸入了712個人 摺一成 摺一成的 在建造業的招聘 勞工署上求職 集體求職 他們都重要 不是網上的 是故意去到九龍灣那邊 專程去 甚至乎 有點緊張 最後有警察在現場維穩 因為 裡面有勞工代表 那人多嘛 他說 他搞這個 九龍灣建造業議會 服務中心 昨天搞招聘會 一個小時 已經有過百名工人參與 其中有幾個 都是紮鐵工人 第一個 就是48歲的鄭先生 他說這個月沒有公開 要兼職送外賣 他說一個月之前 以前 一個月開工二十多天 月入至少五萬元 但是8月起 去年8月 已經是半年了 去年8月起 他開工日數已經減少 上個月跌到兩天半 一個月兩天半 真是吃早 有半天是吃飯時間 叫你走 沒什麼做 因為很多外勞 進來做事 這就是48歲的鄭先生說的 問了行內人 他們都強調 現在的老闆 就說明了 有國家強大的後團 搶你飯碗 強大後團 搶你飯碗 他怎樣強大後團 支持你 他大陸人 他自知沒有東西 他自己也沒有東西 他也有很多失業 你現在 兩萬多元 狗衝下來 是不是 他就說 現在 今天 姓鄭 這位 這位 他就說 自己就 現在他就說 什麼月入 就是說 有半天 吃飯的時候 叫你走 沒什麼做 很多外勞 湧進來 看著外勞進來 除了自己 要自己 降格 認證做中工 做油測 做雜工 都照做 他又要養妻活爺 這半年 熬得很辛苦 身邊有過百個工人武功 還要借錢 供樓 也有很多同事 透過招聘日 建功都沒有回音 他說 現在 我寧願做一個外勞 生活更好 過我現在 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這個是不是大大把 挖在下保隆 那你現在 下保隆的任務 就是要拯救中國經濟 然後 第二個 就是中九龍幹線 地盤工 扎鐵師傅 趙先生 趙先生是怎樣 我換個Mouse 我現在用兩個電腦 趙先生就是 上個月出糧之後 被炒 被炒有 當時 地盤就告訴他 起了貨了 不用管了 之後他偷偷地去看這個地盤 一之後就竟然有一批外勞倒職 是二月開始 公司已經介估了四十個人 懷疑被外勞取締 就說擔心 你可不可以追究 因為現在政府說明 你是要證明了 你在香港請不到人 你才可以輸入外勞 那你會不會追究 你有權追究 你敢不敢追究 如果我追究的話 我怕以後找不到工作 香港其實你的建築業項頭很窄 來到去都是那幾間 是沒有仇報的 現在你放了人進來之後 即使你的僱主老闆明顯違規都好 沒有理會 催你不將 在僱主的角度來講 我請十個頂你一個 我支出多了都好 但問題是多了人快了起貨 我請你一個老師傅是熟手 但你一個人做得多少 他現在做鋼格 做中工 三萬七銀 當然一般來說是多的 但沒什麼都要做 他家裏有三個子女 差不多像Steven那樣 Steven那些又好笑 張志恒 任天生根本都不可以 愛死身邊的一個 YLFM就說大部分都是藍絲 坦白說 我們經常在講 這個建築業裡面 坦白我從我弟弟那裡聽回來 2019年 720石鏡泉的集會 真的很多建造業的人 就跑來撐牆 但正如剛才你說的案例 一模一樣 你不到的話 你不做藍絲的話 很快就沒有公開 這是沒得說的 所以你不可以說 建造業的人大部分都是藍絲 這真是經濟的問題 接著又是紮鐵的散工阿華 這個是不是阿華 阿華就是這個阿華 不怕上鏡 阿華 他又入行十年了 以前一個月上班二十幾天 上班到不想回 想請假期也不批 上個月開始 到現在 上班不足十天 阿華就說 機場三跑 石鼓州 古洞北 大型基建 這些是政府基建 很多本地工人都沒有辦法 去獲評 這就是政府問題 你說做私人地盤 那些 你說自己人家外面做屋苑 做私人屋苑 那些就算了 你政府那些項目 你有沒有做好監察 你自己去承建商 去找外勞來取代本地工 然後李家超這個全家產 現在才跟你們說 不要怨天猶忍 你老母啦 是不是 現在政府的地盤 那些基建項目 都不斷請外勞去取代本地工人 現在阿華就說 有朋友在三跑工作 一日解僱四十幾個工人 還用外勞來取替 喂 眼白白看著自己的工作 被外勞搶了 他老婆 剛剛申請來香港待業 自己又要公養老母 每個月開支三萬 他說要殺停外勞 要保障就業 你看他的樣子很年輕 你看他的樣子 是吧 是 然後還有 今天有六十個工人 去到勞工處 東九龍就業中心求職 就是這裡 有五個便衣警 在場 因為有工人 在收集聯署 收集聯署 有二百多個人簽名 反對外勞 現在想維權 想上街 希望可以轉交給政府 不過工人找工就不要順利 你想找工還是想維權 其實是 你現在很尷尬 你既找工也要維權 他就說 透過現場處方的找工 二找工 在劍造業的二千一百八十一份工 目測只有兩份紮鐵工 因為都請了外勞 怎麼可以去勞工處找 傻子 如果你在勞工處找到工 他就不用請外勞 但問題也是這樣 你要證明到 那些承建商要證明到 他們是請不到本地工 你才請外勞 承建商很容易 基本上是 要找找師傅 那班人就搞定 有些人說 黑衣服的阿華像西多士 不清楚 沒有看西多士 他就說 只有兩份紮鐵工 一份就是萬五元 我明白為什麼 要證明到找不到本地工 如果你萬五元請人 在香港萬五元請人 你一定請不到 是啊 我明明很辛苦去請人 你老闆 你老闆很辛苦 用萬五元去請人 請不到人 香港人不願意 那我唯有請外勞 香港工資中位數 一萬九千八 那現在用萬五元請人 去玩東西 做個樣子出來 現在這班人想搞事 黑社會 貝比薩 看來都是行內人 他都說 外判官 外判官 當然是誰 便宜就請誰 尤其是大公司 那些 董事 老總 經理科問 一條龍全部自己有 權外人 就找外勞維護自己有利益 現在最好笑 命運是很作弄人的 現在是愛國自己治港 當日說愛國自己治港 讓我們走得更遠的工聯會 其下的建造業總工會 昨天到場收集165個聯署 反對外勞 工聯會和你反對外勞 吳秋北在立法會裏講過一下 但是假裝反對 最後有沒有投反對票 外勞 這些東西永遠都在投氣權票 算數吧 你整個工賊會 吳秋北 你搞異己 你搞民主派你就厲害了 你真的保護工人嗎 這班人 在checkroom的網友都說 中標的建築公司 全部都是紅色背景 絕對不會益本土勞工 你這班扮演的工聯會 屬下的建造業總工會 他那個副理事長趙建強 我得識紮鐵工砂業 已經約見勞工處 紮鐵商會發展局 要求停止輸入外勞 他就說 他現在室內裝修、消防、地渠工人不足 發展局不是隨便請人 他說 策發局不是隨便請人 他說問題出在 這個行業進入的淡季而非外勞 自己還要幫僱主說話 淡季問題不是外勞問題 七百人阻止不了這幾千人開工 千多人開工 我這樣說 你聽完之後 你可以怎樣 對吧 我記得一件事 蘋果臨執之前 都有檢查民建聯 工聯會 那班人的 申報利益的背景 不少中國建築 就是民建聯工聯會的 在這樣的環境下 他怎會反對外勞 這件事 當時也有說 很坦白的 是因為你本地那班 政府開始要縮屁 你本地的工資 你那些老闆 就真的想壓低本地 建築工人的人工 才是想這條招 出來 好了 以前民主派 密德正 都有在說話 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 密德正 就說工人集體求職 是希望引起社會關注 其實他就說 他以去觀察 這個集體求職行為 有民生 有大隻佬 你看這裏 你做建造業一定是大隻佬 不能選擇 大隻佬做問卷調查 馬上有豬農車時候 還要在下面的Banner恐嚇你 總體國家發展觀 什麼叫總體國家安全觀 什麼叫總體國家安全觀 什麼都是國家安全 現在提醒你 什麼叫總體國家安全觀 20張國安牌 他們考證 這20張國安牌 是什麼時候畫的 是習總2014年的時候親自畫的 即是你現在 總體國家安全觀 你大隻佬 集體求職 兼收集問卷調查 禁私民 禁私民 都當你想造反 豬農車時候 做什麼 一個二個 手刮起展 算怎樣 是啊 有空肌 沒什麼都大了 外勞又怎樣 你敢不敢聲 你敢不敢危害 社會安全 社會安全就是國家安全 作反 做問卷調查 真是 頭上就是一把刀 馬上有豬農車在你對面 時候 先生要不需要幫忙 做完問卷調查 要不需要我幫你派 那幾個警察會跟你說 現在他就說 麥德政就說 現在不警氣 部分工人私人工暫停 什麼部分私人工程暫停 我聽回來 是九成都死 即是麥德政 還不夠貼 不夠你跟得貼 他就說 導致工人轉為公務工程 公務工程就是政府的工 是啊 即是基建 但是又要面對外勞建競爭 即是前無退路 後有追兵 扎鐵是最基本的工種 首當其衝 亦都受到輸入外勞影響 那發展局怎樣回應呢 輸入外勞 要求僱主不得以外勞 取代原本在職的本地僱員 是不應該這樣 如果你要申請輸入外勞 你要證明到才行 即是說 現在以上的案例 已經等於告訴你 你們現在這個勞工處 是疏於監察 是疏於監察 即是他們說 沒有做好 即是我們都沒有工作 為什麼輸入外勞 因為你停了 對吧 你停了 現在他們的訴求很簡單 你不要說影響有多大 總之我既然找不到工作 我本身做紮鐵工 我找不到工作 你就不一個都不應該請 請我先 是不是 有沒有搞錯 我們本身飯碗都不保 你輸入外勞 然後跟我說 不要軟天猶忍 屌你老母 但這些都是標準答案 他們下面就 有句話是不說的 很多事情真的靠僱員舉報 但是 顧員就不敢舉報 顧員狼頭摘 又說 又怕沒有東西做 怕被人報復 怕被老闆報復 以後還想不想做 阿強 你現在是不是不滿意 你是可以批評政府的 你是不是不滿意 我就是找外勞來取代你 吹嗎 你敢不敢爹 你敢爹的話 你以後還想不需要上班 香港地 就有幾個成建商 是嗎 是呀 真是 曬救氣 我都覺得 你現在很多地盤工 手庭口庭 又要養家活兒 你以前賺得多的時候 又供了房子 突然間外勞湧入 然後叫我 不要軟天猶忍 我屌你啦 你叫我不要軟天猶忍 又說國家最強強大 你不要搞我啦 你不要放人落林 跟我搶東西做啦 我已經好多謝你啦 還說最強後堂 很虛偽啦 我聽完之後 我想作嘔啦 那夏寶龍的命令 大家 就一定是壓過了大家的飯碗的啦 所以就是這樣 雷比達都說政府聘經濟 政府現在聘的那個是中國經濟 就不是香港經濟 所以 問回建造業的朋友 大家都說已經 已經是被人犧牲了 沒有想過是來得這麼快的 是嗎 那好了 這樣 我們就 時間差不多了 有兩件事我們可以快點開麥克風的 待會兒說的 我們又 待會兒說一下 這個 考試局報警 這個應該說的 我們反而是遲了說的 這個就是 還有呢 就是 那個 今天還有那個 色寧校 即是學生 又減 這個也要說 還有呢 半馬 本身不應該說 其實就是 好 OK 杜拜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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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出 待會兒應該說的 我想十分鐘後回來見 好嗎 我們早一點 我們待會兒回來 再見